影子 千山 你来看考案啊 对 她病怎么样 严重不严重 看状态还行 伤得好像不太重 你今天工作结束了吗 结束了呀 那我等你 一会儿咱俩一块回去 今天我还是回不去 我刚跟护士 把明天的手术都安排完了 我还得回去准备资料 回到家我这来回这可能太累了 我也不愿意这么天天加班 住医院 但我现在是心外科这块的骨干 好多病人 排斥队从外地赶过来 等着我做手术 我跟你说 我现在业务 在院里玩无话可说 现在缺一个职务啊 所以说这次我必须是 成为教授 当上主人 再坚持一下 就俩约 可儿子都一个礼拜没看见你了 他这么小子知道什么呀 你给他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 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我在外面这么拼为了什么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怎么不理解呢 不要让我为了家里是分心 行不行 忙忙赶紧回家 我希望啊 我也没办法呀 你大表哥的话我能不听吗 我房子还给白家 钱你不用操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你再在别处买房子 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了 就这样了 又买鸡了 我去菜市场买菜 奉劲新艳母了 她送的 我不要 她也塞给我 我们家缺这两只鸡吗 不要 送回去 我不想要的 她 喜梅 这做人要有格调 不要因为这些小恩小惠的失了身份 要不是阿杰以前呀 死心塌地的娶她白家的丫头 咱们家 怎么可能跟她们那种人攀上亲事 现在阿杰已经不在了 两家人已经扯不上关系了 以后啊 离她们远点 那 那回头我给她送回去 我让你现在就送回去 没听懂我的话呀 像他们那种 城乡结合不出来的乡下人 以为两只鸡是多大的礼呢 真是笑话 现在的人呢 真是失礼言 知道咱们家阿里回来了 态度都不一样了 街道上还派人送来了茶叶 谁稀罕呢 我连你都没理他们 别说街道上了 没准事里头都来人呢 那是 我儿子啊 投资了十个亿 他们这辈子 也接不到这么大的工程 十个亿啊 妈 那得多少钱啊 你又去厂礼了 捡那么多肺铜烂铁有什么用 这家里啊都快堆不下了 这是 现在是没有用 赶保证以后也没有用吗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去菜市场啊 碰见陈贵芬家的保姆了 我寻思了一下 就买了两只鸡 让她带回去 你又多事情 这不是想让陈贵芬啊 对我女儿多淡淡一点 考儿现在还住在 树杰的房子里呢 不是我要说你 你又去干哪 这些没脑子的事情 考儿啊 是树杰的媳妇 住她的房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 她大儿子回来了 你就干巴巴地 送两只鸡过去 我们家里啊 是穷 但是还没有穷到 用自己的热脸 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行了 不就是两只鸡吗 是两只鸡的事情吗 说你们头发长见时段 还不承认 白小姐 你是谁啊 我是齐先生的特别主力 她现在在餐厅等着你呢 谁答应她吃饭啊 白小姐 如果你今天不出的话 我就带天天过来 麻烦白小姐了 光天化日之下 你能怎么着啊 但是 现在是晚上啊 行 我去 我倒要看看你们老板 摆什么鸿门宴 好的 请吧 不用 我自己开车 带路 好的 谁 被是刚回谷 也不知道什么家餐厅好吃 是我的秘书推荐我 说这家餐厅还不错 不是亲生的就不是亲生的 跟齐叔姐长得一点都不像 过年什么打算 打算在哪儿过年啊 回家 回家好 回家可以陪陪父母 是不是不喜欢这家餐厅啊 这家餐厅 齐先生 何处此言 Franc 叫我Franc 我的朋友都叫我Franc 好的 Franc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晚餐 不过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见面 为什么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亲戚 Franc先生 我应该提醒过你 我们不是亲戚 过去我们是亲戚的时候 我不认识你 现在跟亲戚完全扯不上边 康儿 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听说过一些 我也知道咱家里 你和他们的关系出得不好 阿杰是我弟弟 你是阿杰的太太 阿杰走了 除了我母亲之外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所以我想和你走得再静一些 别 这我更担当不起了 Franc先生 我可以理解你失去亲人的痛苦 可我有我的原则 我们不是亲戚 共谈不上亲人 我不想在这儿说你家人什么 毕竟亡者为大 而且你母亲是长辈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再提 我是真的不想再跟你们家人 有任何牵扯 大家各自安好 好吗 朋友 什么 我想我们两个之间 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那么的确定 我们可以做朋友 我想和你 交真的朋友 不好意思啊 我身边的朋友 没有你这个年龄的 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没什么共同语言 生活圈子也不同 应该做不成朋友 抱歉 我喜欢你说话的直白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出去洗手间 请别 我出去 原来是个明星啊 成立不怎么样 喂 看到了吗 看到了没 我跟你说啊 民间娱乐新闻 一定是个头版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打个一防针嘛 免得民间你看到报纸 把你的少女玻璃心碎了一地 没有的事儿 我跟你说啊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 万珍珍原是葛墨池的前女友 一会儿葛墨池没有结婚 万珍珍为了出名就搭上了导演 然后就把梗墨池给当了 然后就把梗墨池给当了 哈哈哈哈 对啊 这事儿本来也没几个人知道 后来万珍珍不火了 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他的刻苦明星的初恋是个 钢琴家 然后正好梗墨池火着嘛 他就想借机炒作一把 然后媒体就顺势地把这事儿给挖出来 把梗墨池气得够呛 活该 我好像也挺可怜的 怪不得他怕被人拍 听说他闪人了 闪人呢 他也有这么怂的时候啊 哈哈哈哈 哎 那个那个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在应付一个特别特别 特别无聊的饭局 先不跟你说了 我挂了 哎 煎鱼油 这不是搞磨石吗 干什么事 什么事都在这边 这些财在这边呢 这端子谁知道的 快走 快走 好像往那边开启了 过去看看人呢 刚才凯凯在这儿 你干吗 你开车了吗 看啊 你干什么 怎么样了 没有 我都找了 可是 没有 去哪儿呢 达尔文 小姐 万小姐好久不见 还是这么漂亮 谢谢 墨池呢 她有事先走了 不就前女友现身吗 这人 闭嘴 万小姐 你有什么时候啊 闭嘴 求我啊 求我去带你走 小姐 求你这样的吗 快开车 每次见到记者就跑路了 什么都跟乐器熟似的 我真懂 你快点 你不找我特有商啊 看什么看 太短了 什么 腿太短了 没有什么好看的 你诚心啊 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 良辰美景的 你不能对我态度好点啊 是啊 良辰美景的 怎么见到前女友 在腿就跑呀 我还不是为了要见你 鬼才信啊 到底去哪儿啊 随便 只要没人就可以 有啊 去哪儿啊 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好怕怕啊 怕你就下车 走 这还是我第一次 从这个角度看星成呢 怎么想到 带我来这儿呢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都要谢谢你 不过你的驾驶技术 可真是够烂的 这点我还是挺钦佩你的 你就不怕我把车 翻沟里去啊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你已经把我带沟里了 你们做迷人那可真够累的 是啊 身不由己 没得选择吗 人生一来很多事情都没得选 如果让你的人生从头来过 你还会成为现在的你吗 我从来不相信 也不愿意去想 从头来过这样幼稚而无聊的问题 我经常思考的是 怎么能够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 不被人打扰 不去应酬谁 不去敷衍谁 就像现在这样 你说得好像你很可怜似的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 没有什么可怜不可怜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心烦 这个时候要是有点酒喝就好了 可以一醉放休 等等 那真成酒鬼了 上次我们泰迪做活动我搬了一箱 正好没喝完 我一个人喝啊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吗 不错 药子就是这种感觉 不错吧 哪天我把钥匙还你 告我那儿我怕丢了 先放你那儿吧 好方便你随时去我们家喝酒啊 你不告我四床名宅吗 你可以反告我非理你啊 反正这事你也干过 你真是了解我 葛墨池 我相信在你眼里 女人都是可怕的生物 你应该警惕我才是 你就不怕我把你跟我在一起的事 透露给媒体 帮我拿一下 你应该收到了 你应该收到了 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卖给媒体 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我当然不会卖 我卖你可以 我怎么可能连自己都卖了呢 你个黑心肝的女人 董珀 问你个问题 你问 你爱过吗 是那种真心实意纯粹的爱 不参加任何杂志 单纯地爱一个人 你有过吗 好俗的问题啊 我觉得像你这种人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感情吧 别想套我话 我还没喝多呢 白考儿 谢谢你 然后呢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让我跟你道歉吗 今天 我正式跟你道歉 不管前言如何 我误会你是事实 还骂了你一顿 今天 我正式向你道歉 对不起 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吗 我想想 之前一直不跟你道歉 我是觉得 我们俩 应该要放下心结 彼此真诚相待 这样的道歉 才有意义 还算有诚意 那你接受吗 好吧 我顺免你的罪 一个巴掌拍不响 之前发生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我有责任 就算 咱俩扯平了吧 我 流星 跟我说 你啊 有流星 今天有流星啊 是啊 这就是我把你带来这儿的目的 双子座流星鱼很难遇到的 好多呀 干吗呢 许愿呢 这么幼稚的事你也相信 人这辈子总该相信点什么吧 就算被骗过 被辜负过 也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啊 怎么能让恶人得惩罚啊 没想到你低到负数的智商 还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 刘老师 你有欺负我 女人有的时候笨点 挺好 白考儿 你有没有过单纯的纯粹的 爱上过一个人啊 想偷我话啊 不想说算了 不想说算了 真挺走的 右手 伸进去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 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 风还挺大的 我从小就喜欢听这样的风声 记得小的时候 每次去乡下的外国家 晚上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后来长大了在国外演出 晚上在酒店睡不着觉 又非常怀念这样的声音 感觉很遥远 就像在梦里一样 那也是故乡的声音吧 所以你才不会忘掉 我今天不是故意逃避那个记者会 我只是不希望被人利用 放着那么漂亮的前女友避而不见 觉得这么冷的天气 冷着只臭小鸭 我会照看我 葛博士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看看 能不能把丑小鸭 浮成一只美丽的白鸿儿 能不能坚持 葛博士 你太可爱了 可爱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我可爱的 你会怀念小时候的男人 本身就有着同心的一面 谢谢 谢谢 什么时候按开的 这么猴子 记忆太好了 你怎么进来的 这是谁家的吗 你说这么冷的天 我帮你放哪儿啊 你跟我回家吧 淼淼 你叫什么名字呀 总得起个名字吧 叫什么呢 葛博士 葛博士 白鸿儿 葛博士 这么巧啊 你是故意在这儿等我的吗 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卖的什么呀 猫粮 你还养猫 带回家一只猫 我很有爱心吧 你黑心干的女人 能有什么爱心 葛老师 好好说话 不好意思啊 最近恶补万真真的电影 不自觉就受影响了 我给你学点啊 你无情我也可以无情 你无意我也可以无意 你混蛋我也可以混蛋 你再不好好说话 你信不信我把你人拉一体红脸 干吗 陪我去买钢琴 可以 不过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怎么把手拿开啊 我人瞅着还以为我谁管呢 想让我拉你的手去直说 我是不会拒绝的 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的 会被人拍 又不是头回 放手 我只让自己喜欢的人签 你喝过我的红酒 睡过我的床 大半夜还带我看过星星 你难道不是已经爱上我了 你也太自恋了吧 爱情也是由物质做成的 我确认你的脑子里头 已经产生了PEA 你听我的节目 少女我是你的粉丝吧 我确认你的脑子里头 已经产生了PEA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才听到邓老师的琴声 真的是赚到了 这琴不错 我订一架 好 我这就从德国给您订一架 我马上就去给您下单 好 好好 干吗呢 跟个呆鹅似的 脑子里在生产PA吗 你刚才谈的什么曲子 真好听 新芝贤 你专题里没有 之前从来没有公开演奏过 为什么 秘密 白卡儿 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你这么白痴傻不拉击的 如果我不在你身边的话 你的未来不知道该有多悲惨 我喜欢你笑的样子 我现在有一种强烈想要保护你的冲动 所以请你相信 就算全世界都辜负你 背弃你 我也不会嫌弃你 等 等 等 庚老师 您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吗 你真是个白痴 你对男人一点防备都没有吗 明神道带人去那么浪漫的地方看星星我会发生什么你还带我去 发生什么了 你这智商真的是低到负一百了 白卡儿 去那样的地方看星星 脑子里的P.A.会成倍地生长 即使是像我这样无情无义的混蛋 我也没办法控制他们生长 你不懂吗 那些物质一旦在脑子里疯长 就像荒野上的野草 拔不尽灭不掉的 所以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让我脑子里产生那样的物质 你居心叵测 我什么我 拿着你冒粮赶紧滚带 在你想明白之前别见我 没见你一次那些物质就会在我脑子里往死里长 我不是让你得逞的 走啊 还不赶紧滚带 远远的抱紧你 好像不曾离去 就当是用尽最后的力气 陌生城市里不陌生的旋律 会不会像以前的我那样陪你 好多年不曾听 风依然提醒着回忆 那声音如此美丽 有一天 如果山口已经痊愈 没有人就让他替我爱你 就让他替我爱你 白坎 除非你憋掉我脑子里的批评 否则我跟你没完 好多年不曾听 世界没能带走回忆 却却却占据每个缝隙 有一天 当我推出你的生命 我依然那样远远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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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看这水果和酸奶 都是米兰给你买的 这酸奶是无添加的 对你的康复有好处 喝一个吧 这么贵的东西我可吃不起 米兰 我这次住院花了你们不少钱 说实话 我挺过意不去的 谁叫咱家穷呢 不过结婚成家 是一辈子的事 你谨善考虑是对的 姐 你能给她更好的生活吗 你给不了 只会耽误人家 反正现在还没领证 做任何决定都还来得及 姐 你乱说什么呀 我和米兰是肯定要结婚的 你愿意 人家愿意吗 这结婚是说结就能结的吗 就你这条件 真要成家了 也得找一个能踏实过日子 跟你吃得了苦的人 姐 你觉得我和罗浩在一起五年很享福是吗 我吃的苦还不够多是吗 米兰 你这身衣裳挺漂亮啊 还有你这包 真时尚 一看就不便宜吧 你吃得好 穿得好 感激我们家罗浩还委屈你了 他自个儿可是个连牙缝里都想省出钱的人 你还这么抱怨 那这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你们能过下去吗 姐 米兰跟我吃了不少苦 是我欠她的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日子过不下去 没有领证就可以重新做决定 罗浩 你不欠我 是我心甘情愿的 所以我也不欠你 米兰 米兰 姐 疼吗 一点都不疼 谢谢你啊 萧护士 不客气 萧护士 你叫萧丽是吧 对啊 你家是本地的吗 是啊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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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呀 罗浩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是跟你过日子的人 我吃不了苦 那正好分手不行吗 我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成嘛 她就是过一不去 用我们的钱做了手术 她没有什么好过一不去的 如果我们把钱拿出来 给她做手术 我过一不去 反正怎么选都不会好过 罗浩 我累了 让我一个人进行好吗 我求求你了 阿婆 打扰您了 阿婆 打扰您了 阿婆 你好 嗨 我是新城广播电台的 给您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节目 然后想着打扰您下您 不打扰 不打扰 姑娘 快 五里坐 谢谢您 走吧 往这边 往这边 我这边走 姑娘 你看 这个啊 就是我们家 莫辞百天的糟糟的下 胖吗 好玩吧 你看这小眼睛 你别看她眼睛小呀 她眼睛可是 这是以夜莎的名字 在旅行社登记的旅行记录 一年就有二十多次 他们好像一起去过很多地方 去得最远的是新疆 另外在红江的开房记录 也是以夜莎的名字登记的 齐树杰就是红江人 他们几乎每个月 都在那边见面 少则几天 多则半个月 从开房记录 最早的时间上看 他们在一起的 应该有两年了 我还天真地以为 他们俩真的只是病友关系 两年 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 开房真的只是 谈了一想谈人生呢 对不起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去取证 说实话 我和达尔文私下也商量过 要不要去查 查完后要不要告诉你 可后来我想 不管怎么样 事情总该有个结论 何况就算我们不去查 那些无孔不入的媒体记者 也会查个水落石出 到时候我们反而被动 查都查了 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之所以告诉你 是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这些信息我们能查到 别人也能查到 没有太大难度 我们最好是做好方法 万一这种事情 我知道叶莎为什么这么做 她恨我 她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我难堪 莫迟 你想多了 她有谁看过这个东西 达尔文知道这件事 但她没看过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特别是白考尔 她还天真地以为 齐初杰是清白的呢 就让她活在幻想当中吧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怎么来了 不知道董珀谁啊 她人呢 她去会场 会场 我们明天有发布会 这样啊 要茶还是咖啡 不用了 一会儿就早了 我也留个条 走 慢点儿啊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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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回家 不回家 不回家 走 慢点儿啊 你快起来 李小梁 快起来听话 快起来 你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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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少点 怕我 别管我 是我 是我 可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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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骗子 也都是骗子 是 是 是 我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骗我 我是骗子 好好好 走走走 是要我家干嘛 在哪儿 走 走 我们喝酒去啊 慢点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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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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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世 别怒 这只猫叫滚膜吃 来 骑先生让一下 谢谢啊 好 来 考儿 喝点儿水 白考儿 我唯愿你永远不知道真相 让你对这世界 还留些美好的幻想 事实这么残酷 你人又这么单纯 能活得快乐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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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膜吃靠近的目的一定不单纯 他老婆给他戴了那么大个绿帽子 他能善罢甘休吗 那人死了没办法 他只能找活的呀 那只有找你呀他 耿莫迟 你接近我到底是什么局型 能跟我说实话吗 我承认逢场作戏我玩不过你 到此为止 可以吗 哦 我来 既然你都知道是风场作戏 何必当真呢 我对你谈不上有什么居心 只是因为你是齐书杰的老婆 我想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而已 下面是媒体提问时间 请这样 媒体 耿先生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此次与德国MG集团合作发行的新专辑 是Lav系列曲的延续吗 不是 是这样 耿先生以后所有的系列曲都与Lav系列曲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这次呢 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安德森先生 将为耿先生量身打造一系列的新作品 那能超越Lav系列曲吗 我觉得没有超越不超越吧 耿先生不想一直重复着自己 所以才选择跟新公司合作 对吧 孟致 好 谢谢您 还有哪家媒体 请问耿先生 四个月前您太太叶莎女士自杀 是不是与Lav系列曲的盗取事件有关呢 抱歉 这个问题在四个月之前 我已经做过公开声明 之后我不会再做任何的回复 耿先生 叶莎女士去世不到五个月 你就与Lav系列曲划清界限是否妥当 今天是耿先生与新公司签约的发布会 其他的问题不回答 谢谢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应该给大众一个交代 对不对 这位记者朋友 在这样的场合接别人的伤疤合适吗 我不会对自己的过去进行隐瞒 也不会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 叶莎是我太太 请问尊重一位王者就这么难吗 标准的伤疤合适 阶神 那么不可 那帮我 他 他 那帮他 那帮他 我 好 好 你 об corridors ?" 康儿 这个对壶 康儿你看什么 你还要是闷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tecnología 谷言 康儿 做了什么对你 rill alcohol 出去说一下 好 你别放开我 来 来 我谁觉得就是你放开 我告诉你 就是你卖了你玩这种感情 好玩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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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成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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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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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点 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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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ä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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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你 你干吗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你快想个办法 我那么知道怎么办 就怕出岔子 还是出岔子了 他真的疯了 他去跟老师家偷东西不说 就是还认鞋子 他真是疯了 你说谁疯了 你会不会说话 放我下来 葛墨迟 你听到吗 放我下来 葛墨迟 你要干吗 你赶紧把我放下来 你干吗 你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你这么大闹 一场会让你走吗 你想怎样 你还想怎样 葛墨迟 你还在什么心啊 你明明知道 叶莎和齐树杰的关系 你却瞒着我 你接近我究竟什么目的 你说得出口吗 你胡说八道 什么呀 我接近你是有目的的吗 他们的开庞机都我看见了 就在你办公室看见的 你瞒着我不觉得让我 少兴兴上你的当吗 逢场作戏而已 葛墨迟 我承认我玩不过你 我输了你满意了吗 你有病吧 我 我什么时候逢场作戏了 你还不承认 你自己看 是不是你发的信息 看清楚了 你还有抵赖吗 这信息确实是从我手机里发出来的 但是我保证 我以为我的人格保证不是我发的 你人格值几毛钱啊 白考儿 我人格没有你想象那么下作 我不是不为逢场作戏 我是不屑 你别 你继续别 葛墨迟 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依的混蛋 只有我这样的白痴才会相信 你脑子里会产生什么爱情的物质 你怎么配 我们都是被这世界伤害的人 明明同名相怜 你却把你的怨害转交到我身上 他们都在凭什么让我来查 你告诉我 到底谁才是黑心肝的人 你比我聪明 比我成功 什么都比我好 却要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你很过瘾吗 我们都是受害者 是我自相乖善 得让你借借 如果叫我玩弄与故障显然得高明了 那你就真的只是个渣狼 你比齐书杰抢不了多少 你们都是一路或走 来卡尔 狗言 Citizens 我 没有 我 来 我去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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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白小姐 干吗 齐先生让我过来这边见你 送你回红江 红江 我干吗去红江啊 你可能不知道吧 现在有很多的记者 都在过来教你啊 你不能出上班 什么 你你你 赶紧上车吧 如果我们再晚一点 很多的记者 都会过来教你了 真的 喂 阿星姐 坎儿 你在哪儿啊 我在家 准备上班呢 上个什么班啊 我跟你说 现在楼底下全是记者 都说找你的 你都不知道这会儿 还想生气得不得了 让你暂时先别上班了 你千万别过来 别来啊 我知道了 喂 好儿 你在哪儿呢 没去电台吧 赶紧跑路吧啊 全程的余计 包括外地的都连夜赶来 估计这会儿 都在你单位楼下 你家估计也不保吧 为什么这样 有传闻万真真 昨晚他们自杀未遂 然后你昨天下午 砸了葛墨池的厂子 媒体都觉得 你跟葛墨池 有感情牵扯 才导致了万真真自杀 你赶紧跑吧 再跑就来不及了 先避避风头再说 记者来了 赶紧抢车吧 赶紧抢车 快快快快 这个楼 就是这个楼 他们来了 你赶紧 赶紧 快 快走 快走 通知黄律师 马上来一趟行程 好的 等等 很多话我不想多说 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 今天工作结束之后 以后就不要来了 至于什么原因 你自己心里明白 林小辰 你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 竟然冒充墨池 给白考儿发那样的信息 你什么拘心啊 我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成心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 你现在后悔晚了 我早就警告过你 在墨池身边工作 不要有工作以外的心思 你不但动了心思 还挑剔他 跟白考儿之间的关系 你太不善良了 这就是你三个月的工资 这是你三个月的工资 拿走 不好意思啊 迟到了 刚赶了一个采访 真好 老是这么忙 对呀 喜欢忙 服务员 一杯咖啡谢谢 好的 车走 生活多充实啊 独立 自强 你是新女性的典范啊 你今天专门叫我出来 是挤怼我的对吧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有点 有点心烦 想找个人聊聊天 可是考儿又不在 对了 考上耿末池什么情况啊 我看报道说 说考儿是借助叶莎 跟耿末池婚姻的第三者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所以说 这丫头像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谁让她是耿末池的 绯闻女友呢 只能回红姜避避风头去了 那耿末池什么态度啊 不知道 借还没有回应呢 将来怎么着不知道呢 哎 别说他们了行吗 你个性怎么样啊 嗯 看你气色不好啊 跟你老公吵架了 真吵架了 哎呀 我跟她现在 哎呦 好像都不能好好说话 我一跟她说话她就急 对我不耐烦 也没时间陪孩子 哎呀 她现在是主刀医生 忙是肯定的 她对你够好的了 住那么大的房子 别不知足啊 她给你这么多好东西 她不忙点行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 我现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是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现在一点都不快乐 我觉得 她有碍玉了 没有 她那么忙 哪有时间想这些问题 那你就不要作了吗 我有吗 你这不就是作吗你 这还不作呢 那男人为了家庭努力工作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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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除非她什么 对你不好 冷落你有外遇 或者家暴什么的 因为你没办法指责她的 你说什么 什么 家 我就随口一说 张千山那么好的一个人 又高等学历 她能对你家暴吗 怎么才算家暴 她不会真的对你家暴了吧 没有 那你就别埋怨她了 你那个多体谅点她 你要是什么心里边闷 然后呢 情绪不知道怎么发解 要么这样吧 你去找心理医生 让你心理医生来辅导你 你说什么呢 什么心理医生 不是 这很正常啊 你别排斥 现在是个都市人 都找心理医生 那齐树节不常年 找心理医生吗 那她还不是死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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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处理 你小心点 嗯 笑个 这次回来 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是不是又在外面惹祸了呀 哪有 就是跟同事调了个班 不就回来了吗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跟一个叫 叶莎的老公再来往啊 谁说的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她 那怎么有人在清晨 看见你俩 听米兰她妈说的吧 她妈那张嘴 您还不知道 就喜欢搬东西的 哎 妈 你好 姐 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想我了吧 死丫头 你说啊 我在的时候 你天天跟我吵我一不在了 你就那么想 什么不在了 呸呸呸 想说 妈 我刚刚看到爸爸在巷子口买酒 哦 买酒买呗 姐姐回来她高兴 让她喝两钟呗 哎 你清风考虑怎么样 还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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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意思啊你 都倒入第几名了 还行 妈 起好不容易回来 你怎么别早起来 姐 走 我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走啊 走 去吧去吧 那 哎 姐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什么事啊 不是献烟情非见即到 嗯 姐 我确实有求于你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跟那个钢琴家 葛摩池很熟啊 死丫头 找抽吧 姐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有一个同学 叫王凯伦 特帅 他也是学钢琴的 特崇拜葛摩池 他知道你认识葛摩池之后 就求我能不能要个亲民什么的 我不认识他 死丫头 哪儿能来的 姐 你就别藏着野着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公众人物对待男女关系都很低调的 要保护隐私嘛 但是我是你妹啊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闭嘴 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可以啊 要个亲民呗 我用不到 行 妈 你再叫 你再叫 你还叫 瞧不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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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瞧不瞧 瞧不瞧 瞧不瞧 不瞧不瞧 别瞧 别瞧别瞧 别瞧别瞧 去 米兰 什么事啊 我现在了解到一点情况啊 总之呢 你跟葛沫驰就成了冤大头 One真真尋死压根就是为了炒作 他这两年没有作品 还被封为什么票房毒药 人气下滑得厉害 所以这次就借耿墨池呢 重新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他的烂事扯上我干吗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有些话我都不想说了 我都说一百遍了啊 耿墨池这样的男人 不是你销售得起的 不招惹他了行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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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了啊 我先公闭两天再说 耿墨池 你个坑地活 流星 耿墨池你看 有流星 今天有流星啊 是啊 这就是我把你带来这儿的目的 双子座流星鱼很难遇到的 耿墨池 问你个问题 你问 你爱过吗 是那种真心实意纯粹的爱 不参加任何杂志 单纯地爱一个人 你有过吗 喂 墨池 你在哪儿呢 德国方面刚跟我打完电话 说要暂缓签约 说白了吧 就是不想签了 还要让我们把预付的这个预付款啊 给他们打回去 可是这笔钱我们当违约金 已经赔给了美国的创评公司啊 墨池 墨池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反正这次我们是亏大了 对了 还有这个万珍珍也不消停 傍晚的时候在医院发了一个声明 说自己啊 不是自杀 是自己误食了很多安眠药 但是承认自己是为情所困 这种说法很具有误导性 让人很多人联想到你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就堵在公寓门口 墨池你在哪儿 我让小陈开车接你去酒店 不用找我 我想你一个人待会儿 墨池 事情也到这种地步你不要想太多 媒体我来处理 对了 还有小林 我把她开除了 这丫头心思太复杂了 不适合在你身边工作 我回来再给你找一个 大人 你信命吗 我信 cooks我的家 但不适合 ways 我们盐 暗 集然 你 询 划 婚 老板 就是这个 老板 老板 您好 您好 你们是 我是树杰的哥哥 我是树杰的哥哥 齐树里 老白 老白啊 这 那里边请吧